会讲故事的树和潮里的雏鸟轻声地说着有关于汽水的童话,等雏鸟长大了,就可以前回小溪边避雨一样漂亮的石头,放在大树的脚下,而此时的我正在感动就见红色的绸缎中,在大树看后的腰身上,吸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 如果我今天可以拉你的手,我会带你去森林中,一厢情愿地把这一天一地的温鲜作为礼物送给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